随着海洋油气开发走向深远海 所需的海洋平台越来越重 海基2号用钢量接近鸟巢国家体育场 超过世界最大起重船的吊装极限 华夷下水成为唯一可行的安装方法 海基2号华夷下水主要分为三步 首先 海基2号运输船抛锚就位 然后切割海基2号与运输船之间 连接固定的34根拉筋 导管架依靠自身重量华夷下水 最后 通过起重船配合 同时 向导管架的钢管中注水 将漂浮的导管架扶正 从而实现精准就位 近年来 我国实施大型导管架 华夷下水作业近50次 累计安装重量75万吨 施工规模 最大重量 总队位等 均居于世界前列 形成了从设计计算 仿真模拟 装船运输 华夷下水 到精确服务就位等 成套安装技术体系 为加快我国深水游气资源开发 提供了技术保障 中文字幕提供的资源